7点28分 早安 气象时间 周末假期受到了 山陀台风准台风 它的外围云系影响 所以接下来台湾一整周的天气变化 会越来越剧烈 我们就来看到象鼠目前预估 它的路径其实是有往西偏移的 因为在东侧的高压持续的增强当中 所以它可能会靠近台湾的几率 就更高了 看到准台风山陀尔 它现在目前的位置 就在台湾的东南东方 预计是在俄联比的东南部 600多公里左右 不过它持续的向西南西偏移之后 要再往北 而且它目前进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是15公尺 距离青台下线18公尺 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 但是我们说它目前 有利于发展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它目前所在位置 海温非常高 大约是30度左右 而且垂直风切是非常小的 所以非常有利于发展 而且不排除可能形成中台以上的等级 我们就来看到它接下来的路径 到底会怎么走 其实现在各国路径都还是有一些分歧的状况 看到美国模式 它是从东部的海面往北移动 但是我们看到欧洲模式最新一爆 它可能会从屏东登陆之后 再往宜兰的方向 再往东偏移 虽然说各国模式预估都还是有分歧 不过整体趋势就是由南往北 会不会登陆 我们都还要持续来做观察 但是我们说它接下来的雨势可能会非常的大 因为它在听过台湾东部海面的时候 它的外围环流整个是逆时钟的方向 再配上了东北风 就会形成共伴效益 所以我们说在礼拜一到礼拜三 整个雨势就会非常的剧烈 尤其是在整个北台湾 以及在中部的山区 不排除到达豪雨以上的等级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开始就可以渐渐的做一些防台准备 以防接下来一整周雨势变化过于激烈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